里巴嫩被鲁特南郊被炸毁的建筑还在冒烟 放眼望去剩下断元残壁 直升机持续投放炸弹 各地滚滚浓烟升天 以色列军方曝光军事行动画面 周四 以色列又对里巴嫩展开新一波攻击 以色列军方声称 真阻挡发射的火箭来自叙利亚制造 必须袭运输路线并摧毁武器 没想到这战场一路延伸到法国的体育场 欧洲国家足球联赛 法国与以色列支战登场 体育场外大量示威者集结 挥舞巴勒斯坦国旗 抗议与种族灭绝的对手比赛 球赛观众席画面曝光 可容纳八万人的国家体育场空荡荡 观众人数仅一万多人 尽管如此双方球迷还是互相推挤 面目猙獰爆发冲突 球赛赛场体育馆周围戒备森严 以色列支持者披着国旗 无奈表示足球不是政治 火与示威者保持冷静 TBS新闻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